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逃学 矿课 打架 到了15岁之后 我顿悟改邪归正 后来大专汽车专业毕业 工作之后 学前教育韩寿毕业 我从事过汽车行业 也从事过学前教育幼儿园教育行业 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想求职一份 关于汽车 教育 旅行 或者各位企业家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王诚 38岁 岁月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你怎么看着比我还显老 想的事情太多 17年到18年 1月份到8月份 就是差不多一年半 是吧 你是在创业 对吧 对 对 开心幼儿园 对 你学的是学前教育 对 对 对 我老婆她也是学前教育的 然后我跟她原先也是两个人去创业过 挣钱了吗 挣钱 挣多少钱 这个 吃喝拉撒 房子 车子 是吧 那不挺好的吗 房子 车子都买了不挺好的吗 这因为中间有个变故 我老婆怀二胎 怀二胎之后呢 躺后 有点感觉到她非常 状态低落 对 然后就是等小孩生下来之后呢 情绪也不是很稳定 因为幼儿园所事是非常多的 懂 再然后呢 就是说家里 我父亲 突然间脑梗 他住院 我母亲 有一次去医院的时候 骑进的时候 被别人骑着撞了 吃祸 对 脚断了 两个老婆都需要照顾来 然后又有个 我是二胎 事情很多 所以想说 我两个小孩子 都是我和我老婆 两个人 一手带着 我那个父亲他们也很少参与 事情特别多 特别多之后 我们也就把这个幼儿园给转让了 然后也就没有 没有 那个我老婆呢就是 就是那个帮别人去做一些 啊 咨询啊 管理之类的 为什么事隔多年 说起这段经历 你还是挺激动的 这算是第一次我和老婆创业 然后呢 我老婆 我感觉我老婆是最好的人 最好的人 除了我妈妈之外 我老婆最好的 你看 是吧 又给我生了两个娃娃把整个人都给我 你想对你老婆说什么 老婆这些年你辛苦了 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谢谢你 但是你听她说这事啊 哪点你老婆对让你感动啊 你看 她跟我生了两个娃 她把她整个人都给了我 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当然了 除了我妈之外 她还补充了这么一句 但很多男人会 真认为这是女人该做的嘛 就感恩之心应该偿怀 是吧 放心啊 事都过去了 那后来怎么你又创业 又做幼儿园呢 这次为什么不带上老婆呢 因为在永康呢 有很多家幼儿园 要找到 有点饱和了 对 要找到一个符合 那个国家标准的场地 这个场地是很主要的 所以从你的经历来看 也两次创业都跟学前教育有关系 是 然后另外两份工作 分别是血管员 还有一个是在一个房地产公司是吧 不是 那个是我们浙江的一个房企 你是做售后服务 对对 那个房车 那最后一份工作为什么不干了呢 上面写的是人事变动 对 那个找我进去的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他是我们事业部的一个总经理 就是说他是合同到期的 他就走了嘛 走了之后 因为他那个 那你走 不是走 是调岗 跑到销售去 你不想做销售 对 我 你这种性格是不太适合做销售 你准备了PPT 对 你解读一下 这是我到那个西藏阿里 整个行程都是我 全都是我规划的 就是说我到哪个点 我看什么风景 我怎么教育 怎么引导我的女儿 我的儿子 我会让他了解 人文 地理 风情 汽车也全是我开 整个一圈回来 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他要面试的是教育和旅游相关的工作 你平时也这么说话 还是今天紧张的 今天比较紧张 我也是比较 不大会说话的人 一到场上 本来说话就不是很利索 一到场上更不利索 你要求薪资多少 如果说是一线城市 譬如说包括我们的杭州 那我希望是一万 应该叫王大哥 其实从你整个的下 从你整个的出场到现在的话 实际上如果你要一万的薪资的话 是为你会捏把汗的 因为如果是一个一万块钱的人的话 我们至少他的整个的沟通表达 应该可能会更加顺畅一点 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会更加的有逻辑感 但实际上其实你到现在 还没有真正去适应这个环境 其实这个的话 我觉得是特别不应该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 对 因为他说话很耿 对 我们就会感觉到 特别特别的沉闷 你知道吗 你前面给出的信息 没有让我们对你为企业创造的价值 做一个评估的话 我们会觉得有一点跑偏 有一点点浪费时间 因为我觉得王先生 他比较好的地方是 他的那个个人才智 就特质吧 很真实 然后也用心 然后包括也很感恩 这是您很优秀的地方 那从你的这个能力上面 确实也像那个康尔特老师说的一样 我也没感受到 您在这个营销层面上呀 或者是说教育的综合管理上的 这个亮点 因为你要是让您当老师 可能您还差点意思 但是当管理您得凸显一下 所以这样的话 才能保证您有一万的薪酬 否则的话也确实是很难达到的 你那个汽车坐的是哪一块 是服务还是销售还是营销 还是中间的什么买卖中介 不是中介 销售两年 大概是哪年的事 02年 02年7月 02到04 那是在这个七十岁港元中间 你最强的那个强项是什么 我是服务比较好 因为是四点半下班 大概是五点半之后 我又成交了一个客户 我觉得我那个服务做得比较好 那时候卖车的时候 耐心 细致 你刚才说你去西藏的那一次 线路是你自己规划的是吧 对 那你规划出来的这个线路攻略 有没有发布过 然后有没有别人根据你的攻略 去也走过一趟 有没有评价 没有发布过 但是我们在我 我们那个永康那边有个协会 就是说我会跟他们分享过 然后就是说我们协会的人 很多都往西藏走了 也没有反馈回来现在 你调心吗 如果江浙户的话 我可以往下走 走往下走三千 我七千 七千 来第一轮选择续后了 还有一盏灯 天生我有才 可能是因为表达问题啊 对 大家都灭灯啊 因为这表达有的时候沟通成本太高了 的确是个问题啊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借这个节目来表达我对父亲母亲 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平安长寿 那是我小时候 常坐在父亲街头 父亲是那灯天的爹 父亲是那拉扯的牛 忘不了炸炸蛋饭 哦 将我养大 忘不了一身参谈 帮护老旧 我觉得我一路走过来 我比较感恩 愿天下父母 平安独春秋 我比较感恩 谢谢 其实王大哥在整个的歌上面的话 我们看到是实际上听的 是一句都不在调子上 就是他能够很在这个舞台上 这个不太善于讲话的人很释放 我觉得他今天不管到最后 找到工作没有 没找到工作 他把他对父亲母亲的那种感情 给他表现出来 他很专注地表现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事 我觉得我不太同意 徐岛老师说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是三十八岁了 他来到这儿 其实他上的优点我们看得见 比如他有责任心 他懂得感恩 他很热爱生活 但是他在舞台上 他的这些经历 他的这种有特质 在工作上没有产生任何的转化 所以我觉得他既然来到这儿 那我们就应该告诉他 帮助他 让他怎么样把他这个优势 在工作当中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体现 他不算言辞 但是这个说实在话 有的时候事物的规律就是这样 有些很会表达自己 很懂得表现自己的人 表面上认为 我爱一个人是我懂得 知道你心里的所思所想 但往往像这样笨拙的人 才真正地懂得去心疼父母 每一刻的欲言又止 这就是很多不会表达的人 其实他的情感 比很会表达的人要重的 所以你看他虽然唱得不好 你一点也不反感 对 但是你要让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跟 这份厚道 这份爱 这份诚恳 全都转移到工作当中去 他表达不出来 他就不适合这个舞台 对 但他已经来了 你们也已经用灯来表达了嘛 对吧 只剩了一盏灯嘛 我先说啊 就是我真的是有岗位的 我们是做青少年 青少佑 这三个组的那个篮球 篮球和体能培训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是需要有 课程顾问这个岗位 你觉得能不能接受 我 OK我明白了没问题 就是即使你不愿意选择这种销售岗位 那我刚才其实我留灯也是因为你有匹配 所以你能在这个舞台唱出首歌 我也觉得希望你能够因为你唱过了来过了 然后能够更放松一点 希望你能够更快乐一点 好 谢谢 释放了自己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线下再去找一找吧 好的 好吗 谢谢你 非常成功 再见